放哪里 特别注意我刚刚讲编辑问题 变更主题 然后再查看及时表单 再来查看回应就有 那查看回应这个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试算表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是一个设计画面 这个是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两个地方可以切 切来接去 那最后的话它是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它的档案分成两个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问卷的资料夹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 这个是表单 有没有 那这个是试算表 后面会多一个什么 回复内容 那其实你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图示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一个什么 表单的图示 这个是一个什么 试算表图示 也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分辨出来 有没有 其实从哪边呢 从建立里面 也可以看到 表单就长这样 试算表长这样 不过说真的 长得太像了 有时候我也分不出来 不过现在看 应该可以有感觉出来 这是点横线 这是一个格子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最后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开 点这里的话 一样去开试算表 开试算表 里面是空的 因为我是填到另外一个完成的 那我把它开起来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资料 有资料之后的话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统计 不过统计的工作 你可以再把它怎么样呢 去判断说 到底它满意多少 不满意多少等等的 有总共五个项目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什么 用这种 就是Counif来算 不过我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将来 好像比较懒惰的 比较懒的去做这些的话 其实在Google 已经帮各位怎么样 做好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哪里呢 在表单里面 特别注意 在回复内容里面的 显示 回应内容摘要这个地方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我刚刚填的 比如说 非常满意 百分之二十五 其他零 还有非常不满意 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第一个嘛 那当然如果说 你比较懒得再去做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Ctrl C 有没有 Ctrl V 贴到Israel里面去 或者贴到Word里面 就有数据了嘛 那如果说 你要这个 这个图的话 有没有 其实你也可以用照相软体 把它照相 贴过去也可以 你就不需要再到什么 再到那个 Israel里面重置了 那其他都会有派图 这些都有派图 而且自动帮你算好了 那这个是单选的话 会是一个派图 那如果说呢 多选的话 比如说这些多选 它会有一个 直条图给我们 直条图给我们 那其他的话 相关的数字 这边也会出现 所以你也可以拿这个数字 当成我们需要的参考 OK 这第一个 已经有现有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 这样我不满意 我希望重新再做过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 那怎么样重新做过 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档案 你填的资料 档案下载格式 把它下载成什么 Excel 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在云单上作业 而是在Excel里面作业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在云单上先做出来 不过那个结果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们再到Excel 还有顺便补充一个 就是说 其实这个功能 会非常用到 什么样的功能 就是说 因为 比如说你这个问卷放上去 QR Code放那里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 会有民众 图图团他 一时兴起 他想要填的话 那他如果有人 真的就做了问卷 那你怎么知道